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中国具有红二代背景的地产大亨任志强 曾经发表文章影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为剥光的衣服也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随后疑似就因言获罪遭判刑18年 亚洲周刊指出 今年71岁的任志强 以敢言著称有任大炮的称号 他过往在自己的微博上也经常出演挑战中国政府的主流倡议 比如八戎八尺不符合现代价值 否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 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 中央集权等等发言 同时也经常在微博上发布中国要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言论 因而又被视作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传声筒 最终他在2020年9月被指控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 判刑18年 但外界认为其入狱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毫不修饰的发言 以及其讽刺习近平的言论 而近日在推特开始流传任志强入狱的照片 综合报道 任志强在狱中的照片首度曝光 画面中他身着囚衣 与其他育友一同坐着木工 表情有些领重 任志强这张照片大约自21号起 在推特上流传 22号会传到中国境内部分网络群组 任志强这张照片曝光之后 让网友们非常的感叹 其中许多网友为他祈福 希望他在狱中平安早日归来 但是也有网友说 在目前的中国 只能够祈祷任志强平安归来 要早日归来是很难的 也有人形容他气色还行 也没有变瘦 看起来遇中国的不差 另外有网友感叹 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没事 说一尊没穿衣服的大叔有事 故事和现实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美中关系近年来极足恶化 随着南海争议演召 台海紧张情势升级 两大强权对立的情势似乎已经不可逆转 在此背景之下 美国驻中国大使便成为了一大苦差事 综合报道 本月初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随即的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伯恩斯近日接受CNN访问时 坦率的谈到北京 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回应 包括在台湾周围六个海域进行广泛的军事演习 并且暂停与美国的一些关键外交沟通 他表示 与中方进行了一次非常激烈 可以说是颇具争议的会晤 他为佩洛西议长进行了辩护 也为台湾海峡已经有的近60年来的和平与稳定辩护 伯恩斯并且补充道 他在会面期间向谢峰提出挑战 以确保中国政府将以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方式行事 但相反的 北京并没有以和平的方式回应 伯恩斯说 中共设计了回应方式向台湾上空发射导弹 以恐吓和胁迫台湾当局 并且开展了一场全球运动 指责美国破坏台湾海峡稳定 伯恩斯还说 美国一直非常明确不会改变美国的政策 但问题是 是中国政府要以一种侵略性的暴力方式回应 扰乱和平吗 这必须要引起世界上所有人的关注 而在伯恩斯对美国媒体公布与中共当局的尴尬对话之后 外界观察到 其在中国能够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被进一步限缩 伯恩斯14号到20号期间 在推特个人账号 连续发出了20多则的贴文 他在18号贴文指出 中国审查单位在这个夏天加了很多的班 忙于屏蔽美国驻华大使馆 官方微博所发的 关于香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方引述 LGBTQ等等议题贴文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22号特别的贴出伯恩斯在推特贴文的截图宣传 表示 是请追踪者在推特上关注他 查看他所有更新 美国官方微博页面 目前大多是充斥着提醒美国公民的讯息 英语教学 美国历史和社会介绍等等贴文 近期唯一一篇关于中美相关议题讨论的贴文 在22号下午发出 内容是伯恩斯19号接受CNN访问影片的连结 美国与韩国五年来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知自由之盾在22号登场 综合报道指出 本次实弹演习将有数以万计的士兵参加 并结合陆海空三军部队 演习预计将持续到9月1号 美韩在五年之后重启大规模实弹演习 正值朝鲜半导紧张局势升级 过去数年之中 美韩军演规模缩减 背景是在推动朝鲜接受去核化的外交努力之下 希望减少军演对峙的干扰 但是川普政府任期之内 对朝鲜的接近政策已经宣告失败 韩国总统尹席越今年5月份就任之后 表示美韩联合演习将恢复正常 以此加强威慑 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面对美韩的联合军演 平老当局上周则试射了两枚巡航导弹以示回应 今年以来朝鲜测试的武器数量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美国与韩国官员警告 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 而临近的中国也有了新的动作 中共军事专家宋忠平表示 美韩军演很有可能加剧亚洲的紧张局势 对中国国安造成威胁 中方不能坐视不管 新头科报道 今天中国浙江海事局发布消息指出 解放军8月23到24号 会在东海带山附近海域进行军事射击训练 浙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8月23到24号会在东海带山附近海域进行军事射击训练 浙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8月23号到24号 每天8点到晚上8点 东海浪钢山附近海域将进行军事射击训练 8月23号14点至18点禁止船只驶入 中共第73集团军谋律近日也组织沉浸式炮兵实弹设计训练 全面检验炮兵分队火力打击能力 并且完成了多方式空中侦察 海上低空图防 火力打击等等训练项目 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 苹果日报等等三间公司及六名公司高层 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案件 高等法院22号进行管理聆讯 消息指出李志英及三间公司被告不认罪 同案被控的另外六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和主编 则是打算认罪 综合媒体报道 香港法院已经获悉 目前因六四级会案等等案件 在狱中服刑的李志英将不会认罪 这意味着法院预计将在今年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进行全面的审判 另外代表三间被告公司的大律师 填上透露 公司资金虽然已经冻结 但是保安局早前已经批准 提取公司资金以支付法律费用 三间公司被告都不认罪 另外高等法院同日也就李志英反对警方 引国安法身手令查手机内容 提出司法复合聆讯 令控方在庭上确认 涉及苹果日报的案件有12名被告 除了李志英以及三间公司被告不认罪之外 其余被告都已经认罪 六名已经认罪的被告分别是 一串媒前行政总裁张建宏 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 前总编辑罗伟光 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宗 英文版前执行总编辑冯伟光 前主笔杨清奇 案件虽然已经交付高等法院 但是站未排期 而早前两名已经认罪的 李宇轩以及陈子华 则排期在9月16号提讯 认罪通常让被告有权力减刑 此案被香港律政司 以案件具涉外因素为由 只是黎智英等案不设陪审团 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 此前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 2020年因诉求取得过半数的 35席以上立法会议席 发起出雄活动 遭到港府滥控违反国安法中的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法院18号开庭审理 黄之锋 戴耀廷等等29人认罪 其余18名被告不认罪 将于9月1号至11号交由高院判刑 该案同样因涉外因素 不涉陪审团 有学者质疑 港府担心陪审团会左右判决 才将案件交与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 路透社今日发表最新的 T-Day台湾战役报道 直指台积电掌握全球芯片产量 90%以上 这些芯片用于先进的民用和军用领域 美中都深深的依赖台湾半导体 也让台湾芯片成为了中美决战前沿 先前也有消息称 随着中国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 台湾正在加强半导体防御 以避免其芯片产业等等 受到中国的影响 路透发布最新的T-Day台湾战役报道 对华盛顿而言 若中国半导体产业超越台积电 将威胁到美国的军事和技术领导地位 若北京犯台 不仅会造成中国庞大电子行业芯片断供 即使部分幸存 中国肯定会切断全球供应链 美国的主要担忧是在武器装备中 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技术失去优势 源于人工智能在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方面超越人类 被预计可彻底改变战争形态 而人工智能技术优劣与否则取决于半导体 中国和美国的芯片产量各占全球5% 但台湾占全球芯片产量的65% 在先进芯片的占比更是高达90% 台湾芯片产业规模高达1270亿美元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 今年第一季全球市占率高达53.6% 现阶段美中都想要打破对台湾的依赖 华盛顿已经说服台积电赴美国设厂 分析称华盛顿最大的担忧是北京控制台湾半导体产能的可能性 部分人士也提醒台湾半导体产业虽然具有战略优势 但是可能不足以阻止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的野心 与此同时台湾也无意放弃至高无上的半导体地位 台湾国发会主委龚明星对路透表示 从现在到2025年 本地和外国公司计划在台湾的芯片产业投资超过3万亿新台币 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对手并不多 台湾也在采取行动 不让其顶尖工程师被中国企业挖走 根据2019年的一份研究 从2015年以来 大约3000名工程师已经被中国企业挖走 占了总数的10% 除了严格的投资限制 台湾半导体企业也被禁止将先进芯片制造迁移到中国 除了台湾对半导体技术外流 中国寄出限制之外 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对中国芯片发展设置防火墙 遏制北京发展先进武器 美国保留了一份需要出口许可证的特定芯片技术清单 并且限制向中芯国际出口技术 在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法 增加对半导体研发制造的投入 随着法案的通过 印第安那州渴望成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新兴的科技中心 台湾总统蔡英文进一步指出 台湾将加强跟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共同建造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 电影在中国上映 虽要经过北京当局审查修剪 已经是外界熟知的模式 但是结局遭到篡改 以迎合政策或当局期望 似乎成为了新的趋势 综合报道指出 知名卖作动画小小兵系列续集 小小兵2 格鲁的崛起 上映之后是风靡全球 全球票房目前突破了8.3亿美金 而中国也在本月19号上映 短短三天的时间 就创下了7828万人民币的票房 是中国今年外国动画片中 最高票房记录 但是不少人发现 中国上映的电影结局 与原本的是截然不同 原版结局是格鲁为 威酷魔王位造了死亡证明 并重新的聘请了小小兵们 一起乘坐着格鲁的喷射机 迈向成为神偷之路 但是中国的版本 却是以简报的形式 说明两个人改邪归正 威酷魔王被警察逮捕入月20年 在狱中发展出了新的爱好 以及人生方向 还在监狱里成立了剧团 追求他对表演的热情 而主角格鲁则回到家人身边 一家人和乐融融 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成为三个女儿的父亲 微博上拥有1440万粉丝的 影评家都瑟尔表示 中国播放时间比国际版 要长了一分钟 他质疑为什么需要额外的时间 只有中国人需要特别的指导和照顾 因为害怕卡通会腐蚀中国人 而这也并非是中国第一次 擅自篡改电影结局 今年初 美国经典电影斗争俱乐部 在腾讯视频上线 原本的结局 是主角遥望城内的大楼 一一的爆火 暗示他打算颠覆现代文明 但是中国版本 却是黑色的屏幕搭配文字 写上警方迅速侦破整起计划 并逮捕所有罪犯 成功阻止炸弹爆炸 体现出了中国 只能够出现快乐结局的荒谬情境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